随着近些年数码设备性能跨越式的发展 高性能处理设备的体积越做越小 户外移动办公娱乐的需求可谓越来越多 设备变得小巧肯定是好事 但是屏幕变小可就没那么方便了 便携式的显示器就这么孕育而生 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两款全新的便携显示器 G-Story的GSV56FG和GST156 便捷显示器多大尺寸合适 太大的不容易携带 太小的就没有实用价值 最少要比平板电脑大吧 G-Story这两款显示器采用了15.6寸这个大小 与一些比一本电脑的屏幕尺寸一致 这个尺寸还是挺合适的 带到咖啡馆、车站等公共场合不会显得突兀 自己使用也不会觉得太小 从外观上看 这两款显示器完全一致 超薄金属机身实测厚度5.5毫米 窄边框设计观感不错 金属边框也能有效保护屏幕面板 机身自带一个可以90度开合的底座 能站立使用 也能收起来手持使用 至于接口方面 两款显示器都配备了超多接口 HDMI视频输入 USB-C视频输入 3.5毫米音频接口一样不差 还额外搞了两个向外拓展的Micro USB接口 再来说说最核心的部分 屏幕 别看G-Story这两款显示器外形一模一样 最核心的屏幕面板部分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它们采用了15.6英寸 1920×1080分辨率的IPS雾面屏 型号为GSV56FG的款式支持触摸 连接手机投屏后 有一种正在使用平板电脑的错觉 有了它 再加上一台锤子手机 TNT工作站成了 再来是型号为GST156的款式 它最高支持165Hz的刷新率 1毫秒响应速度 兼容G-Sync与FreeSync 显然是为电竞游戏玩家准备的 现在手机是越来越全能 很多人玩游戏都用手机来解决了 那么有一款便携显示器 就能解锁很多玩法 GSTORY的GSV56FG显示器 就非常适合手机运户使用 它拥有一个支持视频输入的USB-C接口 这个接口的加入让它好玩了很多 通过USB-C2C连接线 可以与配备了USB3.0 且支持投屏的手机相连 非常简单的就得到了一个大屏娱乐系统 在15.6寸的大屏上 进行王者荣耀 时机岂不是美滋滋 而且显示器自带了USB拓展接口 可以外接鼠标键盘 这样你又解锁了两种新的游戏模式 15.6寸超大屏板触摸游戏 或者用鼠标键盘进行游戏 大屏板模式玩完操作简单的游戏还行 像炉石自走齐什么的 15.6寸跟电脑上玩的体验差不多 触摸操作却比电脑方便 键鼠模式则是GSV56FG的主打功能 其内部嵌入了专为吃鸡优化的主板 简单的设置就能以大屏幕耍玩吃鸡 还在羡慕高手的多指操作吗 有了熟悉的鼠标键盘 吃鸡操作简单多了 大屏幕也让躲在地面的伏地膜更容易被发现 而且显示器与鼠标键盘连接延迟极低 操作反应及时 不像市面上其他一些蓝牙的吃鸡神器 延迟高体验差 不少小伙伴可能只玩过手机吃鸡 还没试过电脑吃鸡 有了这个显示器 你就能体验到电脑吃鸡的感觉 可能还有很多刚上大学的小伙伴 在纠结大一不买电脑 在宿舍搞一块这种便携显示器 先用着就不错 G-Story便携显示器自带了音箱 声音直接从显示器发出 突然声气的效果肯定是比手机强的 平时回到宿舍 手机与显示器一切 大屏幕看电影 比手机的小屏幕能看到更多细节 如果你是华为三星锤子的旗舰手机用户 那么恭喜你又解锁了一个新姿势 桌面模式 在桌面模式的特殊优化下 手机加上显示器 鼠标键盘就是一台简易的小电脑 客宇高高Excel 写写报告 作业什么的 毫无压力 即便你未来购买的笔记本 它也可以用来组双屏嘛 刚好跟15.6寸的笔记本电脑 屏幕大小一致 G-ST156这个型号 还支持165Hz的高刷新率以及G-Sync 便宜点的笔记本电脑 也能享受到电竞品的待遇 现在Switch的玩家也越来越多了 Switch游戏机本身就主打了便携 再加上一款便携显示器就太爽了 大家都知道啊 Switch的底座本身就是一个USB-C转HDMI的转换器 而G-Story便携显示器本身就支持USB-C输入 所以啊 这两兄弟在一起 底座都不需要了 一根CC连接线 主机显示器直接连接就能用 而且散热还更好了 这样一来 外出携带一个主机加显示器就行 终于不用带这个大底座了 需要注意一下 开启主机模式必须搭配Switch原装充电器才能用 而且不能用触摸屏 对了 显示器还支持HDR PS4 Pro Xbox One X4的用户也能享受到最好的体验 作为便携显示器 G-Story使用USB-C供电的设计可太使用了 市面上有一些便携显示器还在使用传统的DC远孔供电 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再多携带一坨又大又傻的充电器 好不容易从屏幕上减小下来的体积 又被充电器加回去了 USB-C接口就方便多了 一枚支持PD快充的手机充电器就能给显示器供电 使用的同时还能给手机接着充电 不必担心用到一半手机没电 不仅如此 支持PD快充的移动电源也可以直接给显示器供电 实测一枚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可供显示器使用4到5小时 试想一下你坐在火车上 从包里掏出这么大一块屏幕看电影 隔壁桌的小孩肯定惨哭了 显示器还有3.5毫米音频输出接口 戴上耳机也不怕打扰到别人 无聊的旅途终于又能找点事做了 基斯道蕊这次带来的两款显示器在设计上确实用心了 它的体积足够小巧 该有的配置和接口却一个也没少 特别是两个USB-C接口的加入 使其可玩性大大提高 PD供电也能让它以很低的门槛带到户外使用 如果你想购入这款产品的话 我建议手机用户选择GSV56FG这款带有触摸屏的款式 笔记本或游戏机用户选择GST-156这款高刷新快响应的款式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喜欢的话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